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3月26日 今天是星期六 這一節要跟大家說一下在上海發生的一件事 這件事 引起大陸 基本上 他們的微博叫做炸窩 什麼叫炸窩呢 討論到 爆了 人人都在說這件事 屌到飛起 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一個上海的女護士 在家裏敲喘病發 敲喘病發之後 當然是要看醫生 家裏吃藥 也沒有辦法 頂得住 舒緩不了 家裏人就載他去他工作的醫院 做護士 在那裏上班 去到工作的醫院 這間叫東方醫院 南院的急症部 不過因為防疫的需要 這間醫院的急症室就不開門 而醫生和護士 都是叫做環境採養和消毒 沒有辦法接診 醫院不接生意 醫院不醫人 他自己工作的那間 沒辦法了 不醫就不醫了 拒絕接收 不肯醫 不肯接受他 那怎麼辦呢 家族在無奈之下 就載他去其他醫院 但是每間都不收 即是說 上海一有人確診 全上海的醫院 都不接受病人 那麼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上海的防疫政策 其實全中國都一樣 上海被稱為 乖學生 最好的學生 因為他防疫做得很好 那麼究竟防疫好的原因是甚麼呢 原來是甚麼都不知道 所有人 一有時 有得你在家自生自滅 或者 鎖你做鐵門 不讓你出來 有病的 不准醫 最終 這個女護士 在 周圍都吃了閉門羹之下 在仁濟醫院 東院的急症室 在外面 等死 11點鐘的時候 太久了 直接就在醫院的急症室外面死 3月25日 上海東方醫院就發佈情況說明會 今天醫院方對於表示這個女士叫周成梨 的去世心感痛心 你們會痛心嗎 你們親眼看著他死 你們不夠 醫院對他的親屬自以致誠的慰問 25日舉行的上海市 武漢肺炎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 上海市衛健委主任烏驚雷 亦對這件事表示深切哀悼 對家屬表示慰問 烏驚雷 同時表示 由於近期醫院經常會發現有陽性感染者來就診的軌跡 或者常規篩查中發現有感染 給市民看病 就醫造成不變 對此 上海將會加快醫院 的流調 及時因別風險人員 及時做好環境 的採養和消殺 基本上 大陸你一有事 你就不用去醫院了 醫院不會治你 有得你死 這個 這個醫院的說法就是 周勝利是我院的護士 一直在院內從事科室相關工作 3月23日家裡 烤喘發作 用藥無效之後 沒有辦法緩解 在家吃藥 19日載他到處去求醫 主要去他自己的醫院 自己的醫院也不夠他 其他醫院也不夠了 周勝利 這位同志工作 勤狠任勞任怨 是一名優秀的白衣天使 周勝利同志的不幸去世 是我院的損失 我們對他的去世心感痛心 對他的親屬自以自成為民 痛心甚麼呢 是你們殺死他的 是你們害死他的 你們見死不久 大陸的醫院原來不是醫人的 有疫症 怕他有確診 所以不醫他 拒絕醫他 就算他是確診又如何呢 現在那些病 會死人的嗎 現在為什麼醫院不接收病人呢 急症室不接收病人就算全是確診 你們就一定要接收了 那些病人 通界可以確診嗎 香港的幾百萬是確診病人的啦 那麼什麼問題啊 醫院是接收而確診的 警察確診 沒有症狀面前程做為什麽 tiro鑿戶知病人 跟政府一樣 製造恐慌 他們把這個病毒 繪圖成一個 好像碰一碰就會死 而且不只是他死 而是周邊所有人都會死 如果不是 用什麼拒絕接收 病人很簡單的嘛 有病人來 什麼病你也要接收 好像這個 當年那一套 黃秋生拍一套E-BOP拉病毒 他去看醫生的時候 你也要接收 誰知道是什麼人 你說現在有疫症 你就做足預防措施 戴口罩看看有什麼事 確診啊 沒關係 你的症狀也很輕微 可以回家休息一下 那就解決了 那就不會有醫療崩潰 解決了他的問題 他哭喘 另外有些人癌症 被困住在小區 不讓他去看醫生 根本你們不是 防疫 你們是謀殺 有病的人 很容易死的 今天網友 刊登了一個就是中國的死亡率 癌症一年 殺了600多萬人 中國的癌症每年死亡人數 是680萬 而武漢肺炎在香港現在死了6800多人 這樣你們就不治 任何人都不治 癌症更重要 要不要每天出來說癌症 每天出來幫他做超聲波 每天做一次 長度顯影的測試 每天抽一次 涼血壓都是小事 抽血涼血壓都是小事 然後 就要照大搶鏡 然後就要做磁力共振 照老 全身照光 癌症死的更多人 現在大陸的防疫政策是亂來的 香港也是亂來的 根本不是防疫 而且疫症根本就不是那麼嚴重 全世界都當感冒 現在是因為 不讓感冒 防止感冒病人去看醫生 索性所有醫院不接客 所有醫院不接客 就會使得很多本身不是因為這件事的人 病死 香港 每天說百多二百人死 我想有一半是失救而死 有一半根本就不是武漢肺炎 有一半是被你們害死 中共 香港政府 香港政權 全部都是在做一些 尋憑 害人的事 而且你們不只是尋憑那麼簡單 你們是在故意製造恐慌 很恐怖 有多恐怖呢 這個病一點也不恐怖 全世界都不當是一回事 是你們當是一回事 網上大量看到消毒的那些多誇張 好像現在生犯危機 人們感染到會變成喪屍會出來咬人 那些人病了 也沒有病徵的了 中了也可能不知道 一個確診 有甚麼大不了 究竟有甚麼大不了 是沒有大不了的 是完全沒有任何傷害性的 就算感染 原來在家裡休息兩天就沒事 現在搞到 哮喘又出事 那些可能是急性的盲腸炎 你們的醫院原來全部都不醫 那你開來做甚麼 醫院原來不是醫人的 那開來做甚麼呢 所有醫院都收拾了 韓正還說 對香港的私家醫院 這些醫院不是私家的吧 你這些是公家的 那要你來做甚麼呢 你們原來 醫院怕有病人的 怕病人會感染 說出來真的很好笑 這件事在大陸 微博已經是爆炸了 個個狂屌 屌到風蓋 剛才我們所說的 很多時候就是大陸 其實每一個市民都有機會遇到的 因為大陸的極端防疫 已經令到大陸 民不聊生 我們看到在深圳 在廣東省有人 就是開始衝擊這些防線 衝擊這些防疫人員 我覺得 可能接下來也會有一場大暴動 而且這次也很難 接受得住 因為 全中國的人民 受了防疫的苦 受了兩年 足足兩年 所以 很多人 基本上傾家蕩產 很多人的谷種吃光 但是 所有的東西 什麼都沒有 做生意的 破產收場 還要天天提醒人們去做核酸檢測 核酸檢測怎麼用 我想問 就算核酸檢測做來也沒有用 浪費錢 國家就把錢浪費了去做這些事情 有病就不治 基本上 我們覺得這個國家是沒有希望的 沒有希望也好 我們始終也要 報告這些情況給大家聽 其實是很不開心的 不過有一件事 相對是很開心的 就是我們看到 屈榮妍的父親因為感染肺炎而死了 當然他是轟炸林鄭 我們這件事就覺得林鄭做得好 林鄭繼續連任 繼續害死所有的藍絲 這是我們的共同心願 當然可能也有部分黃絲會受害 希望你們 體諒一下 因為 就算他不害死藍絲 對你們黃絲也不會放過你們 就算李家超做 她不做 一樣會繼續迫害你們 所以 沒有辦法的 我們一定是 希望林鄭繼續做下去 因為林鄭做下去 是會連藍絲也會死亡 而如果換了別人 只是黃絲死亡 所以我們希望林鄭 連任 最好一直做下去 這次時間 先說到這裡